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像做这个家庭的Gelogram的话 就更能够了解原来这个问题是 出自于哪里 对 然后跟这个家庭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婚姻是很重要 因为婚姻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家庭 开始一个家庭 所以一定要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越了解 对这些事情越了解 你会比较有一个比较structure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来对待儿女 对 怎么去应对 对 像我现在就觉得有点后悔 应该早一点知道也许会好一点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当中也处理了很多一些事情 当然不是很严重 但是因为毕竟我们在美国 有一些资讯还是比较好 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有一些瑕疵在里面 假如能够早一点知道的话 就会比较好 谢谢你的分享 所以我刚刚说你们要回去 没有写对自我影响的人 这个就是我想倾倒的 因为你把它 你把它画了Gelogram出来 这不是我想要的 不可以只停在那里 那种有点没猜 太可惜了 你要再进去分析一下 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影响 用这些Gelogram 你已经画了这样的图出来 这样的Dynamic 这样的Interaction Family Pattern 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有什么影响 对啊 没错啊 Gelogram 还有对你影响 还有人要分享吗 再一个好不好 我分享一下好了 因为我大约知道每个Fragment 但是呢这是应该三代的 我看到我先生 他那个爸爸妈妈那一代的 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一代 然后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个性 跟这些的职业 跟这些互动 然后就产生对我的影响 那我先生也受他们家影响 因为我跟他来自他家 我来自我家 之后我们两个不同的Personality 不同的Characters 然后Build this family 我们两个怎么影响我们两个小孩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这个后来我的结论就是说 事实上每个人成长家庭过程当中 都对这个人的人格都有影响 蛮大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本身它的Personality 当然会有 第三个就是职业 我觉得 我后来可能我的兄弟姐妹看 那种不同职业 他们的Personality就不要 有些很Dominate 有些比较Easy going 就从他职业上面 是可以看到他们 后来Build出来的character 怎么样的方式教养小孩 那最重要还有一个宗教信仰 我后来发现 我后来变成说 心力善良心力善良 心力善良都是我们基督徒 心力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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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帮助别人 能够宽容 都是我们后来就come out 是这个基督徒 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 虽然我们在学习 但是这个tour非常好 但我们lay out之后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你这个人格 或是对你的不好影响 跟好影响 是来自于哪个因素造成的 我觉得很care 可以让你trace back 嗯 很好 谢谢 所以我把它拿回去 放回去 就是希望说 你们可以再写一写 再对你们的影响 一定要写对你的影响 否则这个作业 就没有一个personal meaning 就没有一个个人的意义在里头 那你上这堂课 我给你没猜 就可惜了 所以有清楚嘛 那没关系 反正 这个占30% 那 你们还有时间做 那这个是我的email address ruth lmft 如果有人要email给我 可以 很棒哦 email 对啊 你们很棒 可以用email 这个了不起 这是我做不来的 哈哈哈 ok 对不起 对了 lmft 就是licensed marriage family therapist lmft 对不起 有什么问题 你刚刚那个充饵里面好像有爆发 triangle ok triangle的 就是说站在三角关系的影响 好像有差的 对 三角关系对个人的影响 我说这个好像也带到自己 对 就是你要从你的genogram里面也要看看 genogram里面有没有三角关系 有没有fusion的关系 家庭图 因为刚好你没有在 我们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在讲这个东西 呀 那我的确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用 所以可能你不晓得我们在说什么 那我们现在用move on 又讲另外一个人的东西 这个人 呀他的这种自我价值 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如果去试所 你如果到房间去看哦 怎么样提高自信心哦 你会发现很多书 它都有一个foundation 就是based on你要做好什么东西 你这个事情做得好 你就可以提到你的自信心 但是在基督徒 在我们信神的里面呢 我们需要去做 来得到神的salvation吗 得到这个救恩吗 不用对不对 得救本乎恩 因着信 对不对 是一个白白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 这个我会觉得说是跟坊间 我们去看不同的书籍 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那我会希望说大家要有这个分辨 当然不是说外面的那些东西 一定是叉叉叉不好 我们譬如说我们在教养小孩 在跟人家认识的时候 我们我们可以把它拿来 你晓得如果我 我让我鼓吹我的小孩子 做好一件事 你会知道说这个东西 对他有一个怎么样 正面的帮助 但是我们也不要 头昏了就觉得 就完全忘记我们基督教信仰 这个最宝贵的东西 上帝的这个救恩 我们是神仲价买来的 那这个我会觉得说是 是一定要记得的 那again 这个是人本主义的一套思维模式 那我们怎么像用一个基督徒很 很严厉的眼光来看他 来分析他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我们再讲了 自我认识还有一个 很多时候我们会戴上一个面具 这个戴上面具这个呢 我觉得我在教会常常看到 为什么说呢 譬如说在 在我的office里面 常常会有一些师母 或是一些神职人员 或是一些长老的太太 就说我不敢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说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我是师母的太太 我应该要怎么样 我是牧师的太太 我应该要怎么样 对不对 譬如说我的先生如果说很不幸的刚过世 那我应该靠主刚强啊 我不可以在别人面前 让人家觉得说 我因为先生过世 我整个就就瓦解了 我是世界就瓦解了 那 其实 我觉得他们讲的东西是 有他某种程度的事实 的确 我会觉得人是残酷的 你没有发现世俗也用不同的眼光在 在衡量这个基督徒 他信属的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可是 我们都是怎样 蒙恩得救的罪人 呀 那 但是因为这些 这些批判的声音太多了 所以让一些人不敢做自己 不敢 不要说不敢做自己 不敢把他最genuine的 最真实的感情来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我会觉得说 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小心 所以 要认识自我的时候 首先我们把这个面具拿掉 很 很 很用心的去去面对这个我 那怎么样来胜过自我呢 或是怎么样来做到圣经所讲的舍己呢 那当然我们要去对付这个罪 罪有什么呢 我想圣经里面讲的罪有很多啦 像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谋杀 那个嫉妒啊 blaming啊 老实喜欢要骂别人啊 呀 那对上帝的不信 或是self reliance 只靠自己不靠上帝 那这个都是没有去对付的罪 所以 诗篇里面说 有隐而未宪的罪也求神 彰显让我们看到 我记得我曾经帮助 帮助过一个 太太 他怀疑他先生是有第三者 那 嗯 但是先生就是百般的 deny 就说不是 他没有第三者 但是这个太太 就是认为有了 他甚至于 就差没有找真心色的人去 去把这些证据照相都弄成 那他那次的祷告我印象也很深刻 他祷告他就说求神 让这些隐而未宪的事情彰显出来 结果呢 后来也真的是蛮惨的 他先生在这个二十几年的婚姻里面 这一次的彰显出来 也暴露出他先生在这么多年的婚姻里面 不止一次来伤害他 那只不过说 跟他婚外情最久的这个 好像那时候有十几年 那当然中间有一些短的 几年的那个就不在话下 就不要多说 那也因为这些东西呢 他跟他先生就分手了 就离婚了 那这两个人在教会里面 都是很有服事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让人家清了会有一点 我有时候会觉得 我也会奇迹嘛 因为我会觉得 哇 怎么会有认识上帝的人 可以如此的假冒为善 怎么可以这样还可以去教会 那这个东西让我会觉得很 我觉得如果信神 你信到骨子里去的话 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要对付的是自己的软弱 可能你很想去有婚外情 但是你想到 你会伤上帝的心 你想到有婚外情以后 自己一个头要两个大 你想到有婚外情以后 你对你太太 你对你配偶的影响 你对你孩子的影响 你可能就怕死了 你会怕的半死 你可能会很想 但是你怕 那这个会 神的话会让你 会小心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为对付的罪 真的要小心 那我也曾经 辅导过一对夫妻 也让我好 后来知道 我自己也觉得 我没有办法再看他们 我在教会看他们 先生是外国人 然后太太也是很安分守己的 一个台湾太太 那先生来看我就一直说 她的性生活很不美满 那我也要说 这个也有文化上的不一样 所谓的文化上不一样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跟外国人结婚呢 很多时候这个中国的太太呢 会非常努力的 很用心的在照顾小孩 然后先生就会很火大 就是说她被这个太太所忽略 那来看我的这个外国先生呢 他对太太不只这方面的不满意 他还对太太有诸多的这种 accusing 他accused 他埋怨这个太太 反正她性生活不好 埋怨这个太太 曾经abortion过 埋怨这个太太 就是没有把家里面照顾好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说我觉得 我曾经辅导他们到一个程度 我说 我想是不是文化上面的不一样 可能我要把你转介出去 我没有办法帮助你 因为我说 我说 或许 我觉得我好像有bias 我一直觉得我可怜你太太 那我觉得你好像对你太太 并没有一个恩慈的性 特别是两个都同父一二 那当然我们有break through 他们stay 然后我帮他们 那他们关系真的有变好 因为本来太太 先生在教会是有服事的 做蛮多事情 然后太太因为先生的强势 其实不想来教会 但是后来太太也回到教会来了 那慢慢的我当然就没有再看他们 因为我毕竟只不过 我常常把自己看作只是个桥梁 这个桥梁一旦搭起来了 他回到神面前 我觉得我就可以撤了 那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还 大概等他们不来 我有一段时间 我还蛮沾沾至血 我觉得是 可怜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我所谓成功的例子就是 把人可以到主面前 就靠主钢墙 结果一年后呢 哎呀 我又收到一个消息 其实这个先生呢 在看我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婚外情 然后呢 也是不止一个 也不止一个 然后他呢 还带他的太太呢 认识他这个婚外情的工作伙伴 但是他就是掩饰得非常好 那这个先生还有去教会暖宣 所以当这个事情扑发以后呢 当这个事情扑发以后呢 当然教会就停止他所有这种 teaching the position 就教导的这种 这种岗位 那当然希望他要好好地来对付 他自己心里面的这种罪 那当然他有再找回我 我就跟他讲说 我觉得有点困难 因为我想我一开始就有提到说 如果夫妻来彼此没有诚实 我想你也不要浪费你时间 也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那我想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 我们都以为这个 原来大家都在假象里面 那后来当然就转介出去 所以我想讲的是说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人心 圣经说人心叫万物都诡诈 那我会觉得这有时候让人家感到 伤心也感到害怕 那所以我觉得这没有对付的罪呢 一定要去对付他 只有上帝知道 那你没有 没有摆脱的捆绑呢 你也要去靠着神的能力去 去把这个捆绑 这个boundage给截断 像为什么这个先生 总是会觉得太太欠他 老是觉得太太在性生活上 没有办法满足他 他就可以去找其他的人 就好像前去年 不是是去年 那个Tigerwood 对不对 那个高尔夫球的那个名人 他不是 我想我就不用多说了 这种人家的故事 所以我想我想讲的是说 这些东西呢 我们不可以好像 怎么讲呢 不去对付他 如果我们要去 作为一个follow神的人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对付的 他可能会是我们 我们每一天都得去处理的一个battle 的一个战场 只有你跟上帝知道 那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医治的创伤 这个没有医治的创伤呢 我会觉得说可能 你都不晓得自己的创伤在哪里 那来上这些课 我觉得就可以帮你抽十波茧 看到一些 你可以扎针的地方 你可以去面对的地方 那当然呢 靠着圣经的话语里面 我们的生活就要有方向 对不对 我们知道说说 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 活泼有盼望的生命 所以这个是我 我会说 当我们讲到这个自我观呢 我会觉得 基督徒的自我观跟世俗的自我观是 不太一样的 那也是我觉得说 我好像需要 我上礼拜是有讲到一点 那今天我想再加强一下 那 所以讲到这个呢 我们就讲到说 人呢要 congruent 表里要一致 那表里怎么一致呢 这里我们就又讲到一个 另外一个派 这个是 self-esteem的派 这是自尊心的派 很好玩喔 我的阿亚 我的阿姨 我的阿姨常常讲说 趕快吃派 没吃的派 就趕快吃这个派 不吃这个派 这个派就坏了 那我们现在又要来看另外一个派 另外一个派呢 我自己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stir讲的 那 嗯 对 沟通 我不晓得放到哪里去 我看看我可不可以记得 这个 这个沟通 这个派呢 嗯 比较简单 你知道我们 我们人讲话喔 裡面有几个percent 是什么吗 do you remember 譬如说 我来给大家猜猜看喔 这个是我很喜欢玩的游戏 比如说我们用的词 就我们讲的话喔 内容啊 我们的口气 跟语调 然后肢体动作 比如说我们的脸部表情啊 肢体动作 这一个派是100%对不对 你知道用词只占几个percent吗 对不起喔 20讲的很近 17 口气跟语调呢 3838 只有38 然后肢体动作呢 45 45 什么是肢体动作呢 其实这 我觉得这也是 Sedir 我不是说他这个人是很讲求 Experential嘛 经验的嘛 上一次 我们的班长 跟我在这里 用那个 用那些肢体动作 来让大家看到这四种不同的姿态 对不对 那这个肢体动作呢 我给大家看到这个就是 你有时候你可以不用讲话 你就 或是就是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你不用讲什么话 或是像 对小孩子呢 我有时候只要 或是小孩子很欺负父母亲 只要you give me that look 你还 what do you mean by depends on the personality the person what do you mean by depends on the personality the person 有些人是没有表情啊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 flat effect yeah so 没有表情很可怕 是啊 没有表情很可怕 you don't know you can't that's consistent 雖然里面 怒涛汹涌 但是外面看起来就很抗 嗯 做假 做假 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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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做牧师耶 这是做牧师 哈哈哈 我真是苦啊 哈哈哈 对啊 这个可能也像这个我们 哦这样 self control self control self control so it really depends on how you frame it be angry later on be angry later on 就待会再生气 现在不要 hold it 所以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这个牧师回家会打人呢 会 有没有 听过嘛 辛苦啊 辛苦啊 yeah 所以呢 嗯 嗯 讲到这个表里一致的这个沟通 我好像 今天也有 嗯 弄了一些东西 我给大家看看 可不可以找到我的 我想问大家 当你要去知道一个人 可不可以表里一致呢 我自己觉得 第一个呢 嗯 你要有一个self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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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what 你要aware到你的feeling 还有别人的feeling 别人的感受是什么 感觉 你要 be mindful 这个人有什么 他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以为我有带 可是我没有带 因为我 我有 我有弄一些那个 什么 对 要给大家看 好 我想想我可不可以想起来 嗯 我想给大家一些 譬如说像你刚刚所讲的 明明就是气得半死 但是因为牧师的这个 所以告诉自己不可以气 嗯 我现在先想看好 譬如说 嗯 这个太太 现在先不要想不死 因为我现在可能在想 我今天在 不是 就我的那个hand out上面写的什么 譬如说 嗯 太太 在家里面做饭 等着先生回来 结果先生呢 迟迟不回来 也没有打个电话回来 结果先生一回来呢 一看到先生 太太看到先生 就破口大骂 你觉得这个太太的感觉 她的feeling是什么 嗯 嗯 生气 这样子也好啊 她 OK 生气 但她破口大骂 这样也有一字啊 破口大骂 她这样也有一字 对不对 她如果煮了这么多 的东西 先生可以及时回来的话 这样就很好 所以她其实也有一些失望 对不对 可能也有一些担忧 对不对 哎呀怎么那么晚还没有回来 也没有一通电话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她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情 不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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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什么感觉呢 她可能很饿 很饿 很饿 哈哈 她有些人太饿 她会生气 對啊 好她可能太饿了 呀这个 这个是 饿 我说突然就不会写 对不起我写这个好了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看了这么多 你记不记得这个冰山理论 哦 生气 是最 看得到的 她用破口大骂 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层面 其实她也蛮 对不对 也蛮 表里一致的 但是我们如果再细看下去 其实她还有很多的东西 但她却用破口大骂 生气最容易看得出来的 一种感情 來骂她先生 那 有些太太呢 不用破口大骂 譬如说没表情了 先生回来反正我也吃饱了 我也不管她 我没表情了 我就不理她了 冷战 你看 stonewalling silent treatment 那这个silent treatment呢 其实会像滚雪球一样 有些先生不善于延迟 你给我silent treatment 那我也来silent treatment 大家就别讲话 我也累了 但都不要说话了 那你觉得这个 OK 这个所表现出来的就是 我们现在生气就写了 生气 就是没表情 但是其实下面还是有很多的 什么 还是有很多 你根本没有去 让人家看不到的 但是你 却又没有表情来 来表达 那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example 好了 如果有一个小孩 他不见了 你带他去shopping mall 他不见了 他不见了 然后你好不容易找到他了 有些父母亲是很严重的 马上嗓他一巴掌 你跑到哪里去了 害我这么着急 OK 那有些 有些妈妈就 就抱着孩子 可能就开始哭了 这也还不错 抱着孩子就开始哭了 那有些就说 可能就会看着孩子说 你跑去哪里了 就开始骂了 诶 这个我们也看到 其实生气 eusually is iceberg 就是我们表现出来的 最常让人家看到的 好像上次你给的那个例子 也是那小男生 也是生气 对不对 打人嘛 小孩子 小孩子 是好像不小心打到他 他就马上打回去 他妈是说 上次进去的都带来 他就开始一直吹 一直吹 所以生气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 你说那个母亲 她可以用 她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心情有什么 的feeling有什么 担忧一定是有 对 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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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没有不被尊重的感觉 担忧是绝对有啦 然后但是他表示出来的缺失有什么 生气 甚至还会打人 那你们觉得说 如果 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去看到自己的这个 iceberg的这种深层的感受 这个就会变成一种 表达情绪的方式 那小孩子就学到 这样也不错 这样也不错 那你至少有去把你的担忧讲出来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 赏他一巴掌 然后气得半死 你小孩子学到什么 这就是学到 觉得发生是什么事情 那我其实还给了大家一些example 我现在一直也想不起来 所以 你们可以给我一些example吗 讲到这个concurrent incongruent 讲到这些肢体动作 我刚刚其实 你看这个妈妈打他 他的肢体动作 他可能也不用想话啦 他就打他就好了 然后他的口气 你给我跑到哪里去了 我那天在讲这个 其实我为什么会笑 我讲一下好了 为什么我用这个例子 我的女儿刚开始学校开学嘛 那我就给带她去买一些东西 那我发现我给她的backpack 连一个folder都 regular size的folder都放不进去 所以我那天带她去台湾Piano 我就带她去Greymore 就去买她的backpack 然后我就想也顺便帮她买她的袜子 因为她是另一个Christian School 她的袜子是红色的 那我觉得那个外面卖的红色 都是polyester不好 我就想帮她买cotton的 那就很小的 就在Gimbary里面 当然了不起就这么一大间 然后她一看到电视 因为我平常没有给她看电视 所以她一看到电视 她就跟妈妈说她要去看电视 我说好啊你去看 然后因为我想去这么大一间嘛 那我就在那里看看看看 看她的袜子 结果后来我又听到一个小孩在哭 也很不好意思 我没有马上recognize 那是她的声音 但是我就很自然的 我就看了一下 诶 这人是我女儿 但是at the same time 我也有听到电源讲她 跟她讲说 you stay here your mom will come 这样 那我就赶快过去安慰我女儿 其实我都没有讲话 我心里是觉得有点好笑 因为她在哭我没有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很多时候一些父母亲 她的孩子 这么多小孩子的声音 她就可以听出她的孩子的声音 那我自己是 还是一个很理性的想法 奇怪我女儿在哭 我只是在想是 谁家的孩子在哭 然后我没有想到 是我自己的孩子在哭 所以我的思想是停在那里 那我也还没有想说 要骂她 要说她还是要怎样 那我就过去 我就抱一下她 但是其实我脑 我脑筋里面是在想 我这个妈 怎么没有认出 自己孩子的声音 对不对 那我就后来 就讲给我的朋友听 我就讲给我先生听 那我先生说 妈妈有没有去找你 我说没有 我没有去找她 我只是听到哪个小孩在哭 然后我看了一下 是我自己的小孩 因为很小嘛 那我另外一个教会的姊妹 听到就说 我以前带我儿子去shopping的时候呢 是我要哭 那我就听不懂 她说我的孩子呢 会在那里一直看电视 也不会想要找她妈妈 然后是我这个妈呢 不晓得我孩子跑到哪里去 然后找来找去找不到 是我这个妈在哭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 亲子互动的这种 dynamic里面呢 其实我们在传达一个讯息 是很微妙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去 去catch到的 那当然如果说 如果说 怎么讲呢 我会觉得说我这个人 跟我的先生的家的人 比起来我是属于比较up here 我是很理性的 比如说像我的女儿如果跌倒了 然后我会去把她扶起来 但是我的老公的家人就会 啊 然后我每次去 我每次就会叫她妈妈 为什么我会觉得她妈妈安静呢 因为我觉得孩子怕 其实是学来的 嗯 所以当 当他们 啊 那我就会觉得 我第一个反应反而不是 不是去管我女儿 我想要这样 那我也不敢 呀 因为这样对她也不尊敬嘛 所以我会想讲就是说 其实 这个肢体动作 我虽然没有做出 任何的 呃 怎么讲呢 呃 比如说我虽然没有骂她 但是 我自己也常常觉得 我的肢体动作 我太calm了 我太up here了 呵呵呵 所以 所以我有的时候呢 其实 因为我也必须承认 我 这可能永远是一个无解 因为我的女人是领养的 我也常在想 如果是我自己怀胎十月生的一个女人 我会不会 会不会不一样 但是这也无解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也因为她是我领养的小孩 我也看到我自己 是很理性的在养一个小孩 然后跟我先生家人又是 day and night的difference 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会 强迫我自己要去抱我女儿 呵呵 所以 呀 讲到这个 就讲到这个肢体动作 这个Satir一直在讲说 一个人呢 每天要几个hug啊 要怎样怎样 这个肢体动作 因为人有一个很基本的需要 是怎么样 需要被爱 所以我这里就讲到这个 嗯 这 这个我想你们以后不管 如果出去工作的话 这个派常常会看到 在沟通里面 呀 你所讲的一些东西呢 其实只有17个percent 我又想起来 我在我的 本来要给你们的hand out 里面有些什么 在client里面呢 常常会有一种情况就是 client讲到一些很伤心的事情 但是他在笑 譬如说像我刚刚 如果是我在讲 我讲我那个教会的整片好了 他跟我说 昨天我的儿子不见了 我伤心的半死 然后 我就在那个shopping mall里面 跑来跑去的 他是在笑 那这个时候 as一个client as一个therapist 一个帮助的人 你就可以说 嘿 我看到你在笑 可是你在讲 讲一件是有点令人伤心 或是担心的事情 你不用讲什么 你就把你看到的一个incongruent 你讲给你的client知道 然后你看看他会讲什么 你懂我意思吗 反向操作 应该说你observe 你用你的观察 把你看到的不一致的地方 你point out 你把它讲出来 那你看看你的案子会怎么说 因为有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 就像我们以前 嗯 学的这四个机制 这四个机制呢 嗯 是不是有给你 好 我们来看这个冰山的隐喻 冰山的隐喻 好像在你们的hand out里面 这个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会 OK 我先来看第一个 松子有一个行动不便的妹妹 爸爸一心一意志 放在妹妹的身上 然后忽略了松子 有一次呢 父亲就带松子去游乐园 松子非常的开心 但是他发现他这么开心 他的父亲的脸总是很紧绷的 愁眉不展 然后松子无意间的 向父亲办了一个嘴脸 一个鬼脸 那这个鬼脸 其实是他从表演的 就是台上on the stage的人 那里学来的 然后他父亲看着他那样 他父亲终于笑了 所以从此以后的 这个松子就学会了呢 他半鬼脸可以得到父亲的注意力 而且他只要一紧张呢 他半鬼脸呢 他的整个心情就会舒缓下来 那我给大家一个 我再给大家一个这个 这个hand out 我要你们想想看 他用的stances 用的姿态是什么 就是这个satir讲的这个姿态 我给你们的hand out里面 我这个其实 我特地影印了一个是有color的 那因为你们的是黑白的 其实这个是我从网络 网站上download来的 是台湾的一个也是蛮有名的 呂细粒 呂细粒 他有一个 blue in color的 这就是ice bird 其实是pretty nice的hand out 应该够吧 对 那你们看一看 就是他 你看我们来一步一步来看 这个是很有趣的 我们先来看 松子的外在行为是什么 对没错 你可以继续讲 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我们不看第二个例子 先看第一个例子 他外面的表现是像父亲扮鬼脸 没错 然后呢 希望父亲可以对他pay attention 父亲可以多注意一下他 对不对 那你觉得他的应对求生沟通姿态是什么 他的stances就是 我们讲到他的coping stances 或是他的communication stances 是什么 就是我们学的那四个 记不记得那四个 讨好型的 或是 或是那个叫做什么 无关紧要型的 好像小丑型的 或是他是极端理性型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型 第二个是blamer 指责型的 你觉得他是哪一型的 讨好型的 还有呢 我觉得我也看到他另外一个 irrelevant 他就做鬼脸 那再来看看他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不被重视 还有呢 孤单 因为他爸爸根本从来不pay attention to her 还有呢 这个是第五点 第五个 他内心 这个松子的内心感受是什么 他有一些渴望 他有一些渴望 这里面也有 他内心的渴望 第七点 你觉得他的渴望是什么 他渴望被爱 对Satir来讲 这是一个universal truth 这个 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渴望被爱的这个 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渴望 但是我们一步一步 他内心的感受 后来 后来他用什么决定来处理他的真实感受 他的真实感受 跟我们刚刚讲的 他可能是lonely 孤单 不被重视 伤心 然后什么 觉得爸爸偏心 被left out 那后来他决定用什么 来处理他的真实感受 讨好父亲 对 然后嬉皮少年 希望父亲就是对他笑一笑 这样 那 他对父亲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父亲 是个不快乐的人 父亲只在意妹妹 父亲偏心 那他的自我观点是什么 他没有他妹妹 值得爸爸的爱 可能我不可爱 那他期待父亲 得到父亲的注意力 那他期待父亲可以怎么来对他呢 像对待他妹妹一样 至少pay attention to her 都已经陪他出去玩了 就多爱他一点吧 那他心里的渴望就是渴望被爱 那他的自我观是怎么样 你觉得他的self esteem是高还是低 低嘛 很很很很 很没有自我观的一个人嘛 反正我是一个这么不可爱的人 那我们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很快的看一下 松子很兴奋的要出去约会了 然后回家告诉他行动不便的妹妹 却被他的爸爸呢 骂说你真是不懂体恤你的妹妹 因为他行动不便 你讲话来刺激他 那松子一气之下 他就离家出走了 从此他跟妹妹爸爸的关系都不好 因为他就离家出走了 那松子的外在行为是什么 生气 离家出走 那他用的沟通方式是什么 应对方式 他的coping mechanism 或是 那个Satir讲的那四个 他这里面有用到什么 blame 他blame谁 他指责谁 指责他的父亲 他也指责他的妹妹 对不对 那他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愤怒 也很受伤啊 他这么本来是很高兴的 一个很真诚的 要回来跟人家分享他的喜悦 然后竟然就这样被人家 泼了一个冷水 多么失望的一件事情 呀 很伤心的 而且这一次又一次 他爸爸又用这么严厉的话 来责骂他 那后来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决定 处理他的感情呢 就离家出走啦 嗯 withdraw yeah 就放弃了 退缩了 avoid 就不想再跟他们在一起了 again他对父亲的自我观就是怎么样 父亲只爱妹妹 对 父亲不爱我 那他期待父亲对他 如何来对待他 呀我想这 这也again非常的清楚 他期待父亲可以 对他多一点 关爱 那 他不爱自己 其实我觉得 其实 Certier所想讲的 就是说 一个人的自我观 其实是从他 从小跟父母亲的互动之间 他接收到的 所以如果说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呢 就是这样谈 因为他的父亲 其实这个例子我们待会才会再讲 我刚刚很不专心 是因为我今天有写 可是我怎么没有带 没关系 我们下一堂 我们同样的例子 还会再来 再来谈一下 对对对 我好好找一下 OK 没关系 应该都在我的脑袋裏 只是怕我会有 舒服 漏的地方 OK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脑袋更多 我本来在家里面只有一个脑袋裏 现在这么多脑袋裏 可能会有更多的inspiration 所以我可能有点不太专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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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